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7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香港時間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 變成紅色社論 紅旗易得道要來了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 這個又有 香港的媒體要造反 果然人心尚未回歸 尚有大量搞事份子 反中亂港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 搞反中亂港的媒體 叫做星島日報 星島日報 學人公然出來挑戰 國家安全 還有國安處的權威 為這個 示威者 搞事份子 搖旗立陷 公然做出 是外國代理人的行為 什麼事那麼大膽呢 要跟大家詳細探討 你在這個時候 假裝中立 假裝港人話 是不會獲得任何的掌聲 絕大多數 留在香港 想看你怎麼死的人 絕對不會 因為你的藍匯 無端端 假裝港人話 就覺得香港沒有問題 你不要枉作小人 好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法 我們也有免費的模式給大家支持 所以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幫忙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幫忙支持 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 有文章社論 就是出來大大力批評這個國家安全法 說國家安全法沒有明確標準 說界線不清晰 更加 是有 這個媒體 公然 批評這個 這個是港共政府 說這個 港共政府 是叫做矯枉過正 凌枉物眾 以上的指控 全部都很嚴重的 我想起這個 就是鄧炳強、李家超 出來說 某份報章 裡面的卡通 說有煽動的作用 我看完這個 社論之後 覺得國安法真的沒有明確的標準 覺得界線不清晰 真的覺得 感覺到對國安法很憤怒 你是捨得抓人了嗎 事緣就是這樣 這個圖書館下架 就是 清單 以及名單 越來越多 因為 香港說要維護國家安全 公共圖書館 就是下架了一大批的圖書 以及錄影材料 當中 很多 跟政治沒有甚麼關係 的書籍 都不能行免 引起 輿論批評和 說做過了火 這是甚麼意思 永遠沒有做到過火的 只有鬥爭到底 你現在是不是質疑 國家政策呢 亦都不要搞錯 我現在不是嘲弄你 我現在跟你說真的 你要摸 就不要做 你夠僵的 就整個圖書館 所有英文書給我拔下來 不論 是甚麼題材 教英文也好 童話故事也好 寫英文的你給我全部拔下來 你不夠僵的 就不要學人大搞 大搞這個鬥爭英文鬥爭中文 你憑甚麼 你整個香港港共政府 你整個AO系統 甚至乎EO系統 全部每一個人 整個 制度和系統裏面都用英文 你憑甚麼 在國泰事件上面 你夠膽出來 說這個國泰的兇者 侮辱你中國人 你憑甚麼說這句 你整個港共政府 裏面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在侮辱中國人 為甚麼不用殘體字呀 為甚麼用繁體呀 你是不是全部都改掉 要不就不要做 要不就做得徹底一點 不要再好像星島日報那樣 出來說 矯枉過正 凌枉物眾 你現在去到 圖書館的書被人下架 你才知道矯枉過正 你不是第一天知道的 現在才學人發表社論 即是怎樣 拘捕人的時候就不用理會 送人坐牢就不用理會 你去圖書館看書 不見了本書 你就要吵了 是不是這樣 星島日報 我真的很想問 星島日報的社論 為拉年輕人去坐牢 為拉無辜人去坐牢 那些 就不是矯枉過正 圖書館 沒有得看垃圾書 那就叫矯枉過正 也不是想得罪你 有些書看不看他罷了 三國演義都說要 都說要下架 你要下架 中國歷史都要下架 有何時沒有分裂過 三國演義第一回 就這樣說 天下大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有人說這樣叫做鼓吹 國家分裂 所以 三國演義必須要下架 你有排下 基本上你能說得出 每一件事全部都要下架 英文書要下架 三國演義要下架 小說要下架 幻想的東西 即是跟現實不符 跟現實不符 令人有遐想 覺得國家又可以被分裂 又要下架 最好笑的是 社論說 現在 清單越來越長 要避免有心人 利用現時機制的漏洞和 不斷搞投訴 即是說 投訴也不行 不投訴也不行 你叫藍絲 情何以堪 你叫他們去舉報 你說 發現到有人違反國家安全 就要去舉報 就要把他們檢舉出來 但是你現在 又說有些別有用心的人 利用機制漏洞 不斷在搞局 到底應該投訴還是不應該投訴 現在是國安玩東西 還是國安不是玩東西 如果有很多市民投訴 又有很多港獨分子出現 到底應該拘捕誰呀 拘捕港獨分子還是拘捕投訴的人 你叫了一大堆藍絲 去檢舉黑暴 但是你現在又說有有心人要玩東西 那是甚麼意思 到底哪些是黑暴 哪些不是黑暴 星島日報 憑甚麼去斷定有有心人 去搞事呢 而你自己 不是正正就是這個有心人嗎 我看完你的文章 很多人都覺得 很生氣 凌枉物眾 矯枉過正 我現在 發現香港有很多人 看完你的社論 對香港政府非常之憤恨 這個 根據 國安處 還有鄧炳強 李家超所說 這個是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我也真的不是跟你說笑 我們香港有很多人都覺得 你夠膽就做下去 不是在諷刺你 你不要搞錯 很多人留在香港 是看你怎麼死的 不是 想你變好 絕對不會相信你會自己無端端變好 只有藍絲會這樣相信 但是現在 藍絲也不再相信 原本你就叫我們出來檢舉人 現在 你就叫我們 不要出來檢舉 說有心人 要利用機制 在搞事 所以 其實圖書館下架 這件事 可能得罪了很多藍絲 因為其實圖書館 最多 就是藍絲也百 香港真正正正應該要做的 不僅想把所有英文書要下架 你要把所有講英文的人 全部要送走 包括你 大量的EO 大量的AO 你還要查他 在哪裏畢業 查他 有沒有在外國讀書回流 有在外國讀書回流的人 有機會是英美派來的間諜 例如葉劉淑儀 去史丹福大學讀書 這個可能 是外國間諜 也不是跟大家說笑 其實我們認為中國大陸 一定會 再做得更加瘋狂 更加瘋狂 星島日報 現在表面上 是批評國安法 批評港共政府 實際上你的矛頭 是直接指向北京 以及習近平 你現在在質疑國家政策 還有一個國家安全的大局 所以不是開玩笑 你不僅有機會違反國安法 甚至乎 有機會 是愛國代理人 你背後是別有用心 要查一下你 到底 整個集團 還有整個 背後的 老闆 的家族 到底 跟外國勢力有甚麼關係 這個正正 是你們對付壹傳媒的方法 我也不是在說笑 你要做就做得徹底一點 大把間諜 你們經常說的嘛 鄧炳強也是這樣說的啦 大把間諜潛伏在香港 他們可以潛伏在很多不同的領域 這個社論 是不是又是一種軟性抗爭呢 其實一點也不軟的 直接大大力 批評你的國安法 這件事還不是叫做違反國家政策 所以你們 沒有心要做得徹底的話 就麻煩你們閉嘴 不要在那裏辦事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說不可 рас腦 別人 贅